這個是黃牛嗎 這個是打的對不對 對 那是打的 不過其他乘客目光 異性黃牛指著櫃台叫囂 被航警趕出去後 竟然直接在機場外頭 逞胸打人 沒有差跡舊啊 舊車來了 捏公園的嗎 沒有 幾半 警消趕到現場 為傷者緊急治療 被打的男子額頭 有道明顯傷疤 襯衫也沾滿血跡 這起桃園機場鬥毆事件 發生在六號凌晨十二點 一名異性黃牛帶人 向異性黃牛討錢分攤罰金 但三人談不攏大打出手 異性黃牛竟然用扳手 把異性黃牛喬得頭破血流 手段相當兇肯 而且在去年十二月 他就曾經為了搶客 拿球棒在桃園機場打人 黃牛紛爭平傳 到底是怎麼回事 黃牛問獎 在桃園機場大廳 以低價拉客做違法交易 在全盛時期 人數高達五十人 他們更訂出內規 一人被舉發受罰 其他黃牛要幫忙分攤罰金 但黃牛間有不同派系 互相爭奪地盤 因此時常引發糾紛 我們要結合所有的力量 來嚴厲打擊這個亂象 剷除這個機場的自安獨留 在國家門面的桃園機場違法攬客 甚至上演全武行 黃牛不只給乘客帶來麻煩 更重傷台灣國際形象 記者黃鼠華桃園採訪報導 也許這幾年 但是幸福太陽 是幾年 藝術 那一日 勢 他